9月16日,Bly Pink发行专辑Born Pink和主打歌Shutdown MV YG上传音乐视频的缩略图时出现了问题 因为缩略图里没有包含所有人 珍妮在中间,Lisa和Rose从折叠门里偷看 但是智秀却不见踪影 此外,智秀的屏幕时间和台词也被认为也很少 甚至妆容也不够精致 其实,智秀在How You Like That的宣传中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她的海报没有上传到YG官方ins 也没有在To Know What To Do的舞蹈练习物料中看到她 因为她站在队伍最后 布置之秀,好像Bly Pink每次回归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在Bly Pink宣传期间 Lisa的推特预告中 没有包含YouTube和Nav链接 标签有错字 Bly Pink而不是Bly Pink 直到后来,Lisa的预告视频也没有被收录到Bly Pink的Pink Venom播放列表中 7月29日发行的Redfaller 因应珍妮的收唱台词最少而引起争议 此外,珍妮也没有在Ice Cream和How You Like That中收唱 音乐节目的宣传期间继续引发讨论 因为肉贼留着肠而吃了发型 风格没有改变 每一次Bly Pink回归都会有一名成员受到虐待 粉丝希望YG可以好好对待Bly Pink的成员们 I do I'm sure 每日解释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